1989年的六四事件爆发后 前美联社摄影师杰夫·威登纳 冒着生命危险拍下的坦克人照片 让世界目睹了中国政府残酷镇压的恐怖 对于中共极力掩盖六四大屠杀真相的行为 威登纳相当惊讶 根据美国和英国的解密文件显示 中国政府在天安门事件的镇压中 至少造成一万多名平民死亡 视觉艺术家协会将邀请六四悬运领袖和参与者 以及坦克人摄影师等嘉宾 一同纪念六四事件与柏林围墙倒塌届满30周年 新唐人记者王滋溢洛杉矶采访报道